字幕君 好 相信大家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今年的1月7號 2020年的1月7號 其實1月7號並不是我的生日 也不是我的什麼結婚紀念日啊 訂婚紀念日之類的 但是1月7號對我來講是一個還蠻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1月7號就是我日更達成 第二年的里程碑啦 大家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沒錯 就是我剛好做滿第二年的日更 真的是還蠻有挑戰的一件事情 因為日更其實就是你每天都要不斷的想題材 不斷的剪 不斷的拍 不斷的後製 不斷的上線 叫稿等等的 這些東西在我每一天當中都一直不斷的在做 有時候可能我要出國或者是有一些家庭旅遊 家庭聚會之類的 可能我還得要在前一段時間 一天可能要做上兩支片以上 這些都會讓我的工作時間非常非常的長 但是說實在的 這樣子的工時跟這樣子的成績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值得去稍微投資一下 雖然我現在的頻道也不是到很大 但我覺得是還蠻值得去投資一下 今天的我其實在手上有準備了一個小小的標題大綱 這個大綱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在拍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會準備這種標題大綱 有時候可能會準備主制稿 但是比較少一點 我通常都會準備那種大綱式的東西 就算是主制稿 我也不會跟著它念 我會用不太一樣的方式去表達它或詮釋它 甚至有很多talk的影片呢 我全部都是沒有任何搞 只要想到一個主題呢 我直接就把攝影機打開來 開始去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這個東西呢 我希望可以用一個比較不一樣 有一點起承轉合的方式來分享給大家 我沒有辦法教大家啦 就是很有自制化 很有格式的方式來教大家 如何去做就可以成功 但是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在這一路走來的 一些心路歷程 首先第一個是我自己為什麼想要做自媒體這東西 YouTube呢它其實算是列為自媒體的這個範圍裡面 因為它跟一般的那種傳統的演藝人員演藝世界是比較不一樣的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好處啦 因為畢竟現在在看電視比較自視化節目的人呢 可能相對越來越少 但是自媒體產業卻是年年的攀升 其實自媒體當中 因為我們收到比較少的規範 甚至呢我們可能沒有上面的主管 或者上面的一些老闆等等的 他們想什麼我們可能需要做什麼 但是呢在做自媒體的狀況之下 我們自己就是自己的老闆 所以你講什麼你就拍什麼 雖然說還是要遵循一些法規 一些規範等等的喔 但是基本上呢在自媒體的部分 還是比較有辦法去做自己 而且呢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啦 把自己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給大家 那最重要當然就是在呈現這一些影片的當下呢 你也會慢慢的去累積自己的影響力 這影響力就是會比較重要一點 可能有機會你就會有一些業配之類的 或者呢是你可以透過影片當中 來分享傳達你的想法 或者是來分享一些你所會的專業 我相信這部分啦算是一個比較未來趨勢的 因為畢竟像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的家裡面已經沒有在裝第四台了 要看電視呢就是直接把YouTube接上去 那現在電視其實也做到那種 直接可以透過網路直接連線 你的手機跟電視連線 就可以直接選YouTube的頻道 YouTube的節目來看 算是非常方便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選擇了YouTube這樣子的一個行業來從事 可能有一些朋友有在網路上面曾經問過我 如果要做這一行呢 時間來不來得及啊 現在還要overcare啊 或者呢是應該要怎麼做之類的 我自己真的沒有那種很正式很正確的道路可以跟你講 但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首先第一個呢是我在做頻道的開始跟準備 以前的影片當中其實有跟大家講過了 為什麼我會做到Switch的頻道 有點誤打誤撞 因為那一年剛好我買了Switch 剛好我想要拍影片 所以呢我就拍了這樣子的主題出來 可是其實在我的頻道裡面呢 我的主題一直以來都不是只有Switch的存在 有很多的電動遊戲 有很多的3C 很多的我想拍的東西 當然在這部分喔 其實最近我在看阿滴日常這個頻道 阿滴日常這個頻道其實有蠻多 對於YouTube新手一些 心路歷程或者是一些 比較有自私化的教學等等的 像阿滴呢就有講到說 在影片當中啊 要做一個 應該說在頻道當中啦 要一個一致性 要一個雷同的主題 你才有辦法吸引同類型的觀眾 進來訂閱你的頻道 那其實在初期的時候呢 我一直很羨慕像 像Jobman啊或者是像橫愛演 橫愛演其實不算初期耶 因為初期我有看他們的影片 但是初期他們的影片喔 都是在Facebook 比較少看到在YouTube出現 那後來我看到他們的影片 他們有講說 YouTube是他們比較晚才來經營的頻道 可是呢其實後來成長的速度喔 也是非常的快 那我就很羨慕他們是幾乎什麼主題都有辦法拍 當然這可能是在有了影響力之後 當大家希望可以了解你這個人的時候呢 你才辦法做的一件事 所以我的初期一開始啊 其實在做的時候 我就是藉由Switch這個很夯的主題喔 來去增加我的曝光率 因為大家其實想看的是Switch的東西 或者是PS4 或者是這些遊戲 這些3C用品等等的 大家根本不想要認識幕後的我 或者是在台前的我到底是誰 只希望我可以更看清楚 這樣子的遊戲 這樣子的主機 或者是這樣子的3C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可玩性 可用性 還有它的功能性 等等的 那我就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呢 一開始去經營自己的頻道 讓自己的頻道呢 慢慢的 大家大概看到羅卡頻道就會想到 Switch 這個幾乎啦 是每個看到我頻道會想到的事情 當然在頻道當中呢 還是有存在的一些 跟主題不太相関的東西 這也是希望說可以藉由更多的主題 來吸引更多的朋友加入喔 但是出與在做 其實我看了阿滴日常在講的這個部分啊 真的非常有道理 因為如果 我在訂閱一個頻道 我發現它的主題跳來跳去的 可能今天是講 生活部分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看生活部分 或者是在做一些3C的開箱 那我訂閱這頻道之後 結果發現 它三不五時發一些彩妝 然後突然教我怎麼畫眉毛 突然教我要怎麼用粉撲 然後明天又發一支 可能A6600上市之後 它的使用心得 我又很有興趣 我又很想看 然後隔個兩三天 它又會連續發個什麼妝髮啦 或者是如何穿搭之類的 我就會覺得這頻道可能慢慢的 不太會想要去特別的看它 甚至它可能有出一些3C影片 我都會變成要特別去搜尋它 想到它 我才會拿來看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個部分是還蠻重要 就是要先找到一個 屬於自己頻道裡面的指標性的主題 接下來呢 我覺得第二個是 要找一個差異化的部分 差異化的部分 真的很重要 那我自己呢 我在影片當中其實常在講 我是一個電玩新手 我當爸爸也是一個新手 我攝影也是一個新手 大家看這個場景 其實就是把娃娃擺正而已 就是把娃娃真的擺正而已 而且這就是我的客廳 我們家的客廳 就很正常這樣一台相機 一些不怎麼樣的背景 然後也沒有特別的裝法 現在時間呢 凌晨1點半 然後在這邊直接對相機講話 說實在我什麼都沒有學過 沒有任何專業 可是我就在想說 那我有什麼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而且可以做出我跟其他頻道的差異化 那麼剛才第一點有講到 因為我的頻道是在做跟電玩 比較相關的東西 其實在網路上面看到 我看到很多玩家 很多頻道的實況主 或者是頻道的創作者 他們會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會把遊戲 做成攻略來分享 或者是做成很深入的遊玩心得來分享 大部分比較少會像 淺淺的開箱式的分享 來做成一個很很龐大的主題 我當時就在想說 如果說大家都可以把遊戲 講得這麼專精好好去做一樣的話 那我要不要來做一個我沒辦法專精 但是我可以開很多樣給你看的人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的遊戲 電腦遊戲之類的都會推出四玩版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一個月出現在那個雜誌上面 就會有一片光碟 然後那一片光碟裡面可能會有個 五套十套不等的四玩版遊戲 其實我的概念就跟那個四玩版的遊戲有點雷同 其實正版的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四玩版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希望說可以把它完整的功能 以我所可以做到的狀態 跟所可以理解的狀態之下 我去玩然後分享給大家 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遊戲有很多在封面 或者是你看他的遊戲介紹動畫 你根本看不出來他到底在玩些什麼東西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是一個很心很菜的玩家 對那個遊戲又完全沒看過 你一定不敢去碰 除非是像瑪莉歐啦 或者是像音速小資啦 薩爾達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 這一些 其實都是吃著他們很知名很知名的這個IP存在喔 那如果是我們這種比較新的呢 其實根本不認識他 所以你今天給我的畫面 給我的圖片 我完全看不出來是在玩什麼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把它過濾掉 所以我今天想說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就來做一個遊戲開箱介紹 不過我並不是說其他頻道不好 其實有很多頻道真的都超級厲害的 很佩服很多那個實況主 或者是很多創作者呢 他們在玩遊戲真的是可以用一天兩天的時間 快速的把他們給破關 然後破完之後呢 來講那個心得喔 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完全不會像我這樣子 就是很口語化很生活化在分享 他們是有 條理的一點一點的在跟你分享 而且他們很知道說 玩家在玩當中可能會care的哪一些點喔 他們就會把它很清楚的點出來 那我自己的影片當中呢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在這一塊來說我是需要去補強的 畢竟對於我來說 很多遊戲都是比較新一點的 所以我會希望說 我在體驗完之後 能夠盡量把那個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心得呢 分享給大家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好處啦 因為我對於那個遊戲嘛 都是屬於第一次見面比較多 大部分都是 所以我比較不會有一個既定印象 例如說可能有一些遊戲 他可能做到第五代了 但是他的四代可能就壞掉 或者三代就壞掉 三代四代都壞掉 這時候呢 如果是老玩家 很容易就會 啊!他的三代四代齁 不能玩 五代要出 我也不知道什麼太大的希望 那我不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三代四代我也沒玩過 所以頂多就是在網路上面看到 大家在罵那個遊戲很爛之類的 不過其實說真的啦 不管再好的遊戲 都還是會有人不喜歡 這個是很正常的 當然有比較多雷一點的遊戲喔 那個罵聲啊 可能就是會更大一片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地方喔 就是見仁見智 畢竟每個人玩的遊戲 喜歡的遊戲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就還好 我在剛開始做頻道的 開始跟準備呢 其實就是買了相機 遊戲機 然後還有買了擷取盒 還有電腦 這些呢都是算在 初期做我的電玩頻道 我會用到的器材 其實早期我在買那個器材的時候 我也不懂 而且我當初買那個相機喔 也是在分期的狀況下去買的 會比較辛苦一點啊 再加上其實早期在經營的時候 你並沒有辦法用收入來cover你的生活 不要說收入cover生活啦 收入可能要讓你買個便當喔 都成問題 因為在初期的你是沒有盈利的 甚至你剛開始盈利的時候 什麼0.0幾美金的 那個真的是完全 你會覺得說你做那麼多工 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就是了啦 那我覺得自己在製作影片當中啊 其實還是一路上不斷的在學習 學習再學習啦 頻道的部分呢 我會把它分成兩種可以學習 第一種呢是 他就是在影片當中會分享給你的他的經驗 跟如何去做得更好 最近的有一個叫 林晨不曲的頻道呢 他上傳的兩支影片 是上下級的影片 這兩支影片呢 就是在 在問那個 他那些百萬YouTuber的朋友們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破百萬 在當中 我覺得有很多很多的觀念跟想法 是還蠻適合想要 踏入這一行 或者想要做做自媒體的人 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 這兩支影片呢我蠻推薦的 再來呢就是像阿滴英文 阿滴日常的頻道 其實他們常常也會在影片當中講到一些 頻道經營的乾苦談 甚至呢阿滴到別的頻道去Feed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講到這些 經營層面的東西啦 你聽了之後自己要去融會貫通 這樣子呢對自己就會有更大的幫助 第二種類型我覺得可以學習的呢就是 你不會的那種頻道 然後他也不會教你說 該怎麼做可以YouTube做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有一些比較不錯的頻道 不一定是訂閱很高喔 他可能是流量比較好 我就會去觀察說 為什麼他的流量會比較好 到底是他講話內容吸引人 還是他很有趣 或者是他很漂亮 或者是他的標題夠棒 之類的東西我都會去學習 這種呢我稱之為模仿對象 就像浩浩好了 其實我之前蠻喜歡模仿那浩浩的感覺 喔咕咕那種感覺有沒有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在影片當中 會感受到一種不一樣的活力 其實這樣子的兩種頻道 是我在現在呢 一直都還是不斷的會去精進 會去學習的 雖然我自己看YouTube的影片量 也是還蠻大的 在這邊呢 日更兩年後的同時 我也想要來分享給 真的想要去經營這一塊的人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多看一些YouTube的影片 其實對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畢竟呢這種東西就是潛移默化 對於講話 對於經營來說呢 都可以對自己有更大的幫助 那我自己在這樣做兩年之下 其實說實在的 壓力是有的 因為你會接收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在這時候呢 我覺得還是要抱持很大的熱情去做它 不斷的調適自己的心情 因為有時候其實還是會有點當的 不管是被數字綁架 我覺得你要做 這東西是對自己負責 也是對家人負責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 你是已經做到很大的 那個收入還不錯的話 你說我不要被綁架 那OK 我覺得那OK 那我的話就不算這種了 我覺得 我在做影片呢 雖然說要享受那種在玩遊戲 或者是有時候拍片 比較有趣的時候呢 那種快樂 然後享受剪片時那種發揮創意的快樂 但是呢要讓家庭溫飽 要負責讓每一個人呢 甚至團隊當中的人 都可以有應有的一些收入 我覺得這是我必須得要負到責任的地方 所以呢我會覺得說其實 如果真的有下定決心想要做的話 真的就是從現在開始 兩年的日更呢 其實大家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因為我覺得 我之所以要做日更啊 就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笨的人 甚至是比較愚笨的人 那聰明的就像老高啦 九妹啦 這種我覺得都很聰明 甚至像阿滴也是 因為他本身也是很有專業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所欠缺 慢慢需要去補的那一塊 但是我覺得天分還是有的 因為你不可能一個人 可以補下這麼這麼多 你很想學的各式各樣的能力 所以呢 就依自己現在可以的方式 日更勤奮好不好 繼續做下去 今年2020呢 我應該還是會保持繼續日更的節奏 了不起可能就會抽個一天或兩天 休假一下 因為我到現在呢 其實從2018年的1月8號到現在 每天都是至少一支影片上線 甚至呢 有時候還會有直播 甚至呢有時候是一天兩片以上的影片 所以呢 我希望再挑戰自己 在這個還可以的 堪用的身體狀況之下呢 要繼續再挑戰高峰看看 那也感謝大家 這支影片呢也非常長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TALK影片 把我自己的心得呢 分享給大家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啦 掰